台铁太鲁格号脱轨事故伤亡再攀升 搜救人员今天在第六节车厢 发现一具只露出部分身体的变形遗体 死亡人数增加到51人 总统蔡英文也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和殡仪馆 慰问死伤者家属 至于涉事的工程车负责人 今天被押往法院申请扣留 但遭到法院驳回 他在缴付50万台币后获准保释外出 对此花莲检方扬言 会抗诉到底 台铁发生半世纪以来 最严重事故成为国际焦点 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 各国领袖纷纷发言致哀 总统蔡英文除了感谢国际友人的关心 今天也先后到花莲医院和殡仪馆 探访伤者和罹难者家属 承诺会协助处理后事 也不会忽略受伤的外籍人士 受伤的外籍人士 我们的外交部 与跟相关的驻台代表机构联络 也会继续提供协助 事故现场 花莲清水隧道 今天则设立了祭拜区 多名罹难者亲友 带着亲属的物品 强忍悲痛 进行招魂仪式 场面闻着心酸 仪式的另外一头 则是搜救人员在不免不休的清理轨道和修复工作 今早六点 台湾台铁管理局成功移出第一节车厢 修建受损的铁轨 搜救人员事后坦诚 动线影响搜救工作 无法及时救出更多生还者 这些车厢的话 大部分都是堆叠 然后再加上夹困 但是我们的人员没有办法把器材及时送到第八节车厢 因为动线上的困难 所以我们就是尽量先把救务器材先运进去 然后增加它生存的几率 当局原本已经将死亡人数下修到50人 但搜救人员后来又在第六节车厢中 发现了遭到车体重压 只露出半截的遗体 罹难人数再度上修到51人 与此同时 花联地检署和相关单位也正积极展开搜证工作 至今已经整理了所有旅客 遗留在第一到第四节车厢的证物 事发后 花联地检署今天向法院申请积压 赵氏的工程车负责人李毅祥 不过法院下午裁定 准许李毅祥以50万台币保释外出 并限制他出境、出海和行动自由 不满的花联检方表示将继续提出抗诉 针对事故赵英 台铁局透露 隧道工程原本是1月完工 但因施工延误 导致整个工程推迟到5月才完工 初步调查 事故是在昨天早上9点13到28分之间发生 9点28是撞几点 9点左右这台工程车在现场 如果说9点13有通过 那表示整个这个车子滑到轨道 应该是在9点13到9点28之间 由于这次事故死伤惨重 外界质疑这可能和战票有关 对此台铁承诺如果调查发现战票死伤多 将会做出检讨和改善